大家好,那這個當然想跟大家講的是鄭文老師的構圖 因為鄭文老師的構圖應該大家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啦 那像鄭文老師這個是三家歸禁,是鄭文三國字裡面的一張圖 那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繁複啦 那整個可以統合在一個傾斜的三角形裡面 簡單講鄭文老師他有辦法說為了構圖去改變他的圖 因為他畫的東西是沒有參考資料的,就不會受資料的限制 比如你看他這個飄起來的衣服啊,他就完全要符合這個三角形的構圖 那這個是他完全虛擬出來的 傳統的美術設計是寫生嘛,或是看模特兒來畫圖,會受模特兒的限制啊 就像達文西他也是看著蒙娜麗莎這個富商老婆嘛 看著模特兒來畫的 那鄭文老師因為他沒有看資料啊 他有辦法完全去虛擬他的需要的東西去配合他整個構圖 像那個呂布這張圖也是個倒三角形 那這樣很有名的圖就是最後的決鬥 你看他也是個傾斜的倒三角形啊 那我也是到了鄭文老師那邊才打破這個觀念不受材料的限制啊 以構圖為主那反而是畫是你事後去配合這個東西 這個相對難度是很高的 再跟他講鄭文老師常用的另外一種構圖的方式啊 就是一種虛實的概念啊 但虛實是屬於比較東方的水墨的畫派來的啊 但虛不是沒有啊 像你看他這個這個虛調的東西搭配後面的石的部分啊 這虛代表他這個衝過去那個氣勢 其實很像現在遊戲玩遊戲的時候 電玩人物不是有光嗎那種感覺啊 那像這個也是這個虛的部分這個旗幟呢整個空掉了 那對比後面比較結實的部分啊 那傳統的水墨他沒有做到這麼誇張啊 這麼誇張其實是從這個小人書來的 就以從一種漫畫 因為漫畫小人書他只有黑白印刷嘛 所以他並沒有淡色的部分 所以他虛實做得更誇張 所以鄭文老師反而引用了小人書的部分 到了這個水墨的地方 變得更誇張更充實一點啊 那我覺得這張很特別是 鄭文老師用虛實的概念 卻用西畫把它畫出來啊 你看這個虛的部分把它畫成真的這個 用西畫畫成這個旗幟 然後搭配後面很結實的這個複雜的士兵 做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啊 相信看過這張圖的人印象很深刻 而且鄭老師畫這個圖的時候才28歲 應該做出這麼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構圖出來 還有鄭文老師還用另外一種構圖方式呢 這個漫畫一般人很少在用的啊 就他會用一個垂直鳥看的一個構圖 這個通常在電影裡面才會出現 譬如說他這個漸線傳奇的這個封面也可以看到 也是個垂直鳥看的一個構圖啊 當然這種特殊的角度會帶給你印象很深刻 當然我剛剛講為什麼電影常用漫畫很少用 因為我們要畫這樣垂直構圖其實是很困難的 當然這也是一個讓人印象很深刻的構圖方式 哦一下是這張圖老師的構圖的單元 拜拜